好 接下来一块来看看翻报的重点新闻 大陆经济回暖对外资吸引力不减 大陆商务部发布资料显示 1到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人民币2437亿元 年增37.9% 专家表示 吸收外资保持较高增速 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反复等外部不确定因素下 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对外资吸引力不减 不过分析人士计算1到2月数据 相较于2019年同期的3年平均增速后发现 1到2月经济的确有改善 但仅是温和提速 幅度并没有官方数据那么明显 大陆小微企业减税台商受惠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大陆财政部与税务总局两部门近日发布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告 将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因纳税所得额 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 按减25% 计入因纳税所得额 且可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陆台商表示 在疫情等因素下导致资金面困难 产生蝉联中国富豪 但排名跌出全球前十大 通讯执行长马化腾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则在2015年来首次都跌出中国前三富豪榜 中天中望终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